下面我们再来学习资源能力分析的第四个内容 这是今年教材调整位置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产业资源配置分析框架钻石模型 我们先分享一下它的考试情况 从最近年考试来看的话 钻石模型是一个高频考点 每年必考 而且提醒很丰富 选择题主观题都可能会涉及 通常都是要求大家做相关的案例分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那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大家一定先去理解钻石模型它的基本框架 以及这个框架它的具体内涵都涉及什么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希望大家按照我的提示 把需要背的钻石模型四个要素的标题 我们后期都把它背下来 而我们讲义上所总结的 钻石模型四个要素的详细文字 这个不用刻意去背 但是希望大家按照我讲义总结的文字 我们尽可能多看 多熟悉 多理解 这就是我们所提供的复习建议 那下面再稍微提示一下 因为刚才说过 钻石模型很容易在主观题 要求大家做案例分析 我们在这也为大家总结一下 它主观题典型的考试套路 大家先熟悉一下 根据过去的考试情况来总结 钻石模型主观题考试的时候 有两种典型的套路 第一种套路一般这样来表达 就是要求大家依据钻石模型 针对某国或某地区进行相关的分析 这种考试就是对钻石模型一个中规中矩的考法 这种考法要求大家怎么做呢 钻石模型由四个要素来组成 那这种考法就是要求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就相当于呢 把案例材料 我们整体分析完之后 你判断一下 这句案例材料 属于不属于钻石模型某个要素 如果属于的话 就把它张过来 再看下一句材料 看完之后 同样去分析 属于不属于钻石模型某个要素 如果属于 再把它张过来 最后呢 做出一个四个要素的完整归纳 那这个考试套路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跟我们前面总结 PES模型的考试套路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那接着还有第二种考试套路 稍微增加着难度 他以为再来说 依据钻石模型 要求大家简要分析 某国或某地区 存在的有利或不利因素 有的时候也可能表达为是优势或劣势 但是大家在这呢 不要纠结 什么是优势 什么劣势 就简单理解为 哪些是有利 哪些是不利 那这个考试套路跟上一个有什么变化呢 变化就在于 要求大家首先根据材料的表述 先去归纳 它分别属于钻石模型 四个要素的哪一个要素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还要进一步根据文字的具体 就是这个文字的具体表述 来判断一下 这个要素 对于安利这家 这个相关的背景 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讲 到底是有利的影响 还是说不利的影响 我们要把这个呢 做进一步的归纳 那归纳完之后 在答题区组织答案的时候 怎么组织呢 这时候应该按照两大块来组织 首先呢 先写哪些是有利因素 然后呢 按照钻石模型四个要素 涉及哪个要素 就写哪一个 这是第一大块 第二块呢 就总结哪些是不利因素 同样按照钻石模型四个要素 再去把它展开 大家呢 先把这个套路呢 先熟悉一下 我们后期呢 比如说在习题班 我们会提供这种力气 和大家呢 一起再去把它增加 这种练习就可以了 这里是我们首先呢 把钻石模型的基本考试情况 先做了提示和总结 那总结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钻石模型 它的基本原理 钻石模型是由迈克尔波特教授 199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 叫国家竞争优势提出来的 那这个模型呢 主要是用来分析 影响国家特定产业 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的因素 都包括哪些 那为什么波特教授会研究这个 得出这个钻石模型呢 就是因为波特在他日常的研究当中 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 但是有些国家的特定产业 不光在本国具备很强的优势 它在全球都具备很强的优势 比较典型的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波特的研究范围当中 涉及意大利的皮鞋制造业 意大利皮鞋全球赫赫有名 还涉及什么呢 荷兰的花卉业 荷兰出口花卉 尤其是郁金香 全球呢 非常受欢迎 还包括呢 瑞士的奶制品业 瑞士的奶酪啊 什么之类的 也是全球呢 很受欢迎 他就分析了 到底是什么因素 会造成这些国家的特定产业 在全球具备技能优势 经过他的分析呢 他就总结出四个因素 那这四个因素 他是以钻石模型的形式 把它提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学这个理论 它的基本背景 大家呢 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钻石模型 所包含的四个主要要素 都包括哪些 分别涉及呢 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与知情产业 还包括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这就是钻石模型 最核心的基本架构 刚才我提示过了 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们要求大家一定要保证 把这四个要素的文字标题 后期把它备熟 而这四个要素 它都涉及什么具体内容 我们接下来呢 就在大家逐一做相关的讲解 大家呢 以理解为主 我们讲一讲总结的文字 请大家课下参考 适当多读 多熟悉 进一步加强理解 首先呢 我们分析第一个因素 那就是生产要素 所以生产要素呢 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 它所具备的有关因素的集合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它的人工素质到底是高还是低 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就是我们讲生产要素 它的基本内涵 按照波特教师的观点 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 所具备生产要素的表现 会对这个产业是否具备全球智能优势 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就是这个要素 它的基本背景 那接着 我们要想既部分析生产要素 它的影响到底在哪个层面体现出来 我们首先呢 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分类 为什么分类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实当中 一个产业展开经营 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要想对它做既不具体分析 那么就首先呢 要把它进行分类 在分类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才可能得出既不明确的结论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教材 就是按照波特教授理论的观点 把这个生产要素的分类 给我们做了劣势 大家看到 我们涉及两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呢 是把生产要素分成 初级生产要素 和高级生产要素 那这两类 分别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表现 大家先快速看一看 第二种分类呢 分成一般生产要素 和专业生产要素 我们在这呢 还是强调考试 对我们生产要素 这个因素 做考试的时候 我们点击了考试套路 就是会要求大家 根据案例来材料来判断 案例这些线索 是否属于生产要素 甚至有的时候呢 会要求大家进步界定 它到底属于 初级的还是高级的 或者说属于一般的 还是专业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复习建议呢 我在这专门做了批示 请大家把这页PPT 波测教授 关于生产要素分类 我们一定要熟读 不要求你死背 要熟读 达到什么效果呢 就是当你看完理论文字 知道这些具体要素 属于哪种类型之后 我们做案例分析的时候 能够把案例材料相关文字 跟这个具体类型结合起来 然后得出结论 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 是否属于生产要素 只要达到这种程度 这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我们请大家先去听 理解什么叫初级 什么叫高级 什么叫一般 什么叫专业 我们把这个呢 先理解一下 我在这呢 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提示 看清楚了啊 所谓的初级生产要素 一般是指 这个国家和地区 它是被动继承的 换句话来讲 是先天就已经具备的 或者说呢 是这个国家或者地区 在发展过程当中 通过简单的投资 包括这种私人投资 或者这种社会投资 就能够马上拥有的 这叫初级生产要素 按照前面 教材我们总结的内容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这个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 这就是想在一个被动继承的 那这个国家呢 拥有的这些初级工人 蓝领工人 它的水平 那这个蓝领工人 不就是通过简单的投资 就可以得到吗 这叫初级生产要素 那跟它相对的高级生要素 这个高级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 需要这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长时间的 大量的私人和社会投资 我们才可能获得的生产要素 比较典型的基础设施 像我们中国 是不是花了很长时间 做了很大的资源投入 我们才可能有高铁 才可能有高速公路网 这是我们讲的叫高级生产要素 这是我们第一种分裂 两种类型它的内涵 那么第二种分裂呢 一般跟专业什么区别呢 看清楚了 一般的生产要素 意味着这种生产要素 它的应用面非常的广 几乎呢 可以用于任何产业 就叫一般生产要素 而所谓的专业生产要素 意味着这一类的生产要素 在食物当中只能用于特定的产业 其他产业一般用不上 这就专业生产要素 我们先把这个分类的内涵 先把它解释了一下 那解释完之后呢 大家呢 就请把这些具体的表现 我们去把它反复的熟悉 我们在这呢 把它整理梳理一遍 先看第一种分类 分成初级的跟高级的 初级生产要素 典型的表现包括哪些呢 包括这个国家地区拥有的天然资源 像沙特阿拉伯中东地区 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像俄罗斯呢 它有天然气资源 那这是它先天旧具有的 还包括呢 它所在的地理气候 有的国家地区 气候呢 非常的湿润 非常的暖和 适宜种植某些什么什么植物 适合某些产业的发展 有些国家呢 气候特别的恶劣 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农业 等等等等啊 此外呢 还包括这个国家地区所在的地理位置 典型的比如新加坡 正好在亚洲的最南端 所以呢 它凭着这个地理位置 就在航运业 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 没错吧 还包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 非技术工人 我们通常讲就是蓝领工人 还包括资金 这都属于典型的初级生产要素 那么相对的高级呢 有哪些呢 现代的通信信息交通 我们所讲的基础设施 刚才我们举过这个例子了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 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 要经过长期的努力 大量的社会投资 你才可能拥有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归叫高级生产要素 还包括呢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不是这种所谓的蓝领工人 那受过高等教育 就意味着国家必须在教育这一块 投入很多资源 我们才可能拥有大量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没错吧 还包括呢 研究机构 现在熟悉的什么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这都属于典型的叫高级生产要素 这是第一种分类 两种类型 第二种呢 叫一般和专业 那从我们叫它本身的编写来讲 一般生产要素 它没有列举具体的表现 但是在专业这块呢 列举了 那就意味着 除了专业生产要素 这些例子之外 其他的 我们大概率呢 都可以归类于叫一般生产要素 那我们就把专业呢 稍微看看 包括哪些呢 高级专业人才 看清楚了 这个专业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专业 比如说核能 物理 如果你是个核能物理专业人才 你就属于什么 专业生产要素 因为这种人才只能用于核能领域 你绝对不可能说让这个核能 物理人才 让他去跟袁隆平一样种植水稻 他给你摸平门路 没道理了吧 就叫高级专业人才 还包括呢 专业研究机构 类似的 这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高级物理 所以说他只能用于这个特定的专业 特定的产业 他不能用于什么农业 木业等等等等 还包括呢 专用的软件硬件相关设施等 这就是呢 我们教材根据波特的理论 他的著作 把我们这几种生产要素的分类 把它做了劣势 从考试来讲 我再强调一下 这是我们主要复习的内容 但是没有必要去死背 先去理解每种分类它的内涵 再去把这些列举的典型表现 我们和这个分类 把它建立紧密的联系 能够根据案例材料 做出判断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素 最基本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按照波特教授的研究 在对生产要素做出分类之后 我们根据这个分类 还要把生产要素的情况 跟净利优势建立联系啊 那下边呢 就得出了相关的结论 就是呢 一个国家和地区 在生产要素方面 它是什么表现状态 跟那个国家和地区特定产业 是否具备全球之间优势 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下边呢 教材又把结论给我们列示出来了 但是记住 从考试来讲 这个结论呢 我们一般不考 所以我在这呢 单独做了个标注 接下来有关结论这个文字 大家呢 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背 也没有必要反复去看 我们在这呢 就把主要思路 把它收回到 这个结论呢 我们分成两个点 这是第一个结论 意思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特定产业 要想在全球具备竞争优势 它就应该具备相关的生产要素 但是呢 生产要素有不同的分类 它所依据的生产要素 类别不同 它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表现就不一样 其中呢 如果这个国家和地区 它拥有的是高级生产要素 和专业生产要素 凭借这些生产要素 它所形成的竞争优势 看清楚了啊 它可以持久 可以持久 相应的 如果这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的生产要素 是什么呢 是那种 所谓的 初级生产要素 或一般的生产要素 它也可以形成竞争优势 但是呢 这个竞争优势 一般来讲 第一 优势不明显 第二 它一般也不会持久 因为这些生产要素 很容易被别的国家和地区 模仿和复制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结论 那在这个结论基础上呢 大家可能会想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 它没有这些生产要素 不管是高级的 还是初级的 它都没有 是不是意味着 国家就不行了呢 它就不可能具备 强制性的优势呢 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给出了第二个结论 强调 一个国家和地区 可能在生产要素这一块 本身呢 处于很匮乏的这样的状态 但是呢 并不代表 它就不会经济优势 相反 这种生产要素的不利表现 有可能会什么呢 激发它创新的压力 和它创新的能力 凭借这种创新 这个国家和地区 内部的相关产业 也可能会具备 全球的竞争优势 从而弥补了 它生产要素 这方面匮乏的 这种所谓的缺点 这就是第二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呢 相信在座各位 可以马上讲到 与之有关的例子 这一点是什么 比如说日本 日本呢 是一个资源 非常匮乏的国家 但是日本 它的创新能力 非常的强 正是平台这种创新能力 日本的很多产业 在全球呢 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比如说日本的汽车制造业 日本的钢铁产业 日本的电子产业 等等等等 除了日本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以色列 以色列呢 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它的水资源 非常的匮乏 但是 以色列 有一个产业 全球非常强 什么呢 就是它的 低贯系统 就是我们整个种农的 种麦子啊 种蔬菜的时候 要浇水啊 但是呢 如果是个水资源 很匮乏的国家 它没有足够的水资源 它在浇水这块呢 就必须讲究 浇水的效率 和它的整个的结果 对吧 那以色列呢 就是比例它的创新能力 发明了全世界最先进的 这种低贯系统 使它整个水的利用效率 最高最高 这是它的创新能力 导致它在这方面 形成了全球的竞争优势 大家通过这些例子呢 简单理解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这 就把第一个要素 生产要素的内容 就把它解释完毕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个要素 是什么呢 叫需求条件 这个所谓的需求 主要指的是 本国市场 对相关产品和服务 它的需求情况 那么按照波特的观点 国内的需求 是这个产业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一个产业 所在国家 国内市场 存在 对该产品和服务 相应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呢 就可以促进这个产业 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 但是我们也知道 需求呢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也可以从很多角度 对它做研究 所以在 马克波特教授 相关的著作当中 它就细分出 很多不同的角度 对需求做研究 而我们教材呢 并没有做全面的介绍 只是摘取了个别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的讲义 结合波特教授的著作 又结合教材 同时结合我们考试的可能性 为大家呢 摘取总结了三个研究需求的角度或方面 那么大家只要把这三个方面 它的基本结果掌握到了 我们应对考试 基本就没问题 那三个方面呢 第一 叫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第二呢 叫预期性需求 第三个呢 叫所谓的需求规模 大家先把这三个方面的基本标题呢 有一定印象 然后下边呢 我们结合具体文字 把它各自的内涵影响 把它稍微解释一下 再强调 这些具体文字 不用去背 大家听懂这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就是国内市场 客户 如果都属于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这个对于这个产业是一个有利条件 它就能够帮助这个产业走向全球市场 为什么 原因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 如果你这个产业 在国内市场 面对的客户 都是内行 而且挑剔的客户 你想一想 你要想满足这些国内客户的需求 你是不是首先必须把自己的能力 把它不断的提高 产品质量呢 不断的提高 等等等等等等 那如果你真正满足 国内这些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了 也就意味着你一些自身的实力 其实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伴随着企业实力提升 当你走向全球市场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具备 非常明显的全球竞争优势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它的背后逻辑 那么同样 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日本 大家知道 日本的家电产业 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竞争力很强 跟这一点呢 就可以联系起来 日本的消费者 对家电 特别是音响 它很内行 而且呢 很挑剔 音响产品 必须能够满足 它挑剔的要求 才可能卖得动 这就导致了日本的家电企业 特别是音响的企业 它会想办法去努力提高 自己各方面的一些能力 包括呢 产品质量 满足国那些挑剔的客户 满足这个国内挑剔的客户之后 它的产品如果放在全球市场 这个优势就特别特别的明显 这是我们第一个 叫内行而挑剔的客户 那接着看第二个 叫什么呢 叫预期性需求 大家呢 要仔细读教材的解释 把它理解 什么叫预期性需求呢 指的是本地的顾客需求 领先于其他国家 关键词呢 就是领先于 那么这种领先 就可以帮助呢 相关产业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 为什么 你想啊 如果本地顾客需求 领先于其他国家顾客的需求 你这个产业的企业 要想满足这种领先的需求 是不是也必须在产品设计啊 产品生产呢 等等各方面去不断提高 如果你真正满足 就领先需求了 这个相关产品 再去满足其他国家需求 就很容易办到了 没错吧 这叫预期性需求 它的基本内涵 那下边呢 我也是举例子帮你理解 典型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汽车制造业 当谈到汽车制造业的时候 我们知道 比较强有力的行业 国家是谁呢 德国 德国呢 有很多著名的厂家 和知名的品牌 对吧 德国的大众 德国的宝马 奔驰 而且我们也知道 德国汽车 它的发动机 这样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这个和这点呢 就有联系 什么联系呢 德国是全世界 少数的几个国家 它的高速公路不限速 不限速 你想开多快 甚至呢 在德国高速公路上 如果你开的太慢 反而会罚你 就是导致呢 德国消费者 对汽车发动机的需求 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因为它必须呢 在很短时间 就把速度提起来 而且能够一直保持 高速的这样的运转 所以德国汽车企业 发动机就特别特别优秀 那这种特别优秀的发动机 拿到别的国家 就相对更好满足 别的国家相关消费的需求了 就导致德国汽车业 它的领先优势 就特别的明显 这是我们讲的 叫预期性需求 这是第二个线索 然后第三个线索呢 我们叫需求规模 按照波特研究的结论 需求规模呢 并不一定 完全保证帮助相关产业 获得全球进行优势 但是呢 在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内 它的国内上需求规模很大 这个对于相关产业 走向全球市场 应该会填出好的一方面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不用管那么细 就掌握个基本结论 什么结论呢 如果国内 它的需求规模非常大 这就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这种大规模的需求 可以促进相关产业 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 在全球市场呢 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我们到这呢 就把需求条件 从考试角度 我们总结的三个方面的 基本线索 就把它总结完了 请大家呢 把这个掌握扎实 把它理解到位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因素 就是需求条件 然后接着看第三个 叫什么呢 相关与知性产业 大家呢 千万注意 这个要素呢 其实是包含两层含义 包括什么呢 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其中呢 这个支持性产业 主要指的是上游产业 大家先把这个区别出来 那按照波特的观点 你这个产业 在国内经营的时候 一定会有相关产业 一定要会有上游的支持性产业 那么这种相关产业 和上游的支持性产业 和你这个产业之间 是一种的命运共同体 他们强 你也强 他们弱 你也弱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相关跟支持产业 那下面我通过例子 帮大家呢 再简单区别一下 什么叫相关产业 什么叫支持产业 就是上游产业 举什么例子呢 比如说皮鞋制造业 生产皮鞋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皮鞋制造业 它的相关产业 你能够想起哪些 能想起来吗 我在这呢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运动鞋 包括呢 滑雪靴 这都是皮鞋制造业的 相关产业 我们讲叫细分产业 对吧 那么这些 跟它是什么地方相关呢 就是他们都生产鞋 所以有可能需要使用 相似的生产技术 不管生产皮鞋 生产运动鞋 这个道理能理解吧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例解 比如说香包 比如说皮 这个呢 也可以视为是皮鞋制造业的相关产业 那你告诉我 这两类 跟它的相关性怎么填出来 因为他们都会用什么 都会用相似的原材料 比如说生产香包 我们会用皮隔 生产皮鞋 也会用皮隔 当我用皮鞋的时候 也会用皮隔 也意味着他们在原材料这块就有相关性 这就是我们讲的相关产业 所以结合这个例子呢 我们解释相关产业的内涵 把它听懂 相关产业主要指的是 与这个产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联系的 但是呢 不强调上下游关系的这种产业 这就是相关产业 那这个联系 可以从很多方面填出来 比如说 他们会使用相似的生产技术 他们可能会使用相同的销售渠道 他们可能会使用相同的原材料等等等等 这叫相关产业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 支持性产业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们讲的上游产业 通常就是讲的供应商 那你想 皮鞋制造业 它的支持产业包括哪些呢 生产皮鞋 肯定用一些鞋类的零件 就大家千万不要笑 一个皮鞋其实包含一些零件的 比如说它的鞋根 整个鞋底 有一个类似于钢板制作的支撑的东西 那整个鞋面呢 也会有一个相关的支撑的东西 我们统一叫鞋类的零件 没有这个零件 你皮鞋生产不出来的 那此外呢 还包括呢 生产皮鞋肯定离不开皮革 还包括呢 我们生产皮鞋 又要用机器吧 那这个机器 生产制鞋机器的 也就是它的上游制性产业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上游制性产业它的基本内涵 大家呢 把这个区别出来 一定要区别出来啊 但是呢 从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这两类产业 我们过去考试呢 全部是集中于上游产业这个线索 相关产业这个线索 到目前为止 还从来没有考过 但是大家呢 一定记住 并不代表相关产业就不会考 所以我们在这呢 请大家通过听课 要把思路 要把它理解准确 理解清楚 千万不要一概而论 我们就把这个线索 就把它梳理清楚了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看第四个线索 我们涉及的就是 企业战略结构和 同业竞争 对于这个因素的解释 在这呢 给出一句话 强调 一个企业 在一个国家的基础 组织和管理形态 以及国内市场竞争 对手的表现 这个同样会影响到 这个产业 能否走向全球市场 具备全球的竞争优势 那这个理论文字呢 我们大家呢 就不用去升抠了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因素 这三个点 它的基本内涵 再去把它细致的分开 我们把它强调一下 我们观察 这四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 这个标题 你发现 它其实包含三个点 哪三个点呢 企业的战略规划 企业的结构 同业竞争 没错吧 这三个点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 战略结构分成一大类 同业竞争分成一大类 这两类 它各自结实的线索 我们下边呢 把它总结了一下 同样 从考试角度 这些细节文字 你不用去背 也是请大家课堂上呢 去听一听 理解一下 先看第一个 我们把战略和结构 这两个点 归纳为 如何创立组织和管理公司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在全球范围之内 有很多的企业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 你会发现 这些企业 在建立自身 竞争优势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选择 不同的管理方法 可能会选择 不同的管理模式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 管理模式 管理方法 其实背后 都能够体现出 这个企业 所在国家或民族 它的某些特征 那这些国家或民族的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 就可以帮助这个企业 在全球范围之内 形成它自身的竞争优势 我们下面呢 就举了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日本企业 美国企业 德国企业 即使大家呢 没有做过 类似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从直观上 你应该可以体会出来 日本企业 美国企业 德国企业 它的治理结构 它的管理模式 它的管理方法 管理制度 都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那这个背后 与这些国家的特征 民族特征 存在密切的联系 日本的企业 它选择什么治理结构 选择什么样的管理模式 跟日本这个国家 包括日本这个民族 存在密切的关系 那同样 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企业 体验的是美国的特征 所以说 这些不同国家的企业 凭借自身国家和民族的特征 形成自己独特的基因模式 这种基因模式 就可以帮助它 在全球性自己的竞争优势 但是注意 我们并不是说 这些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征 所形成的模式 哪个优哪个略 这个没有直接的结论 一定是适合 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从考试来讲 因为这个点特别的理论 特别抽象 所以我们考试设计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是零 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考过 所以大家就按照我的解释 结合这些文字 把它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重点讲第二块 就是同业竞争 而这个是我们考试的高品考点 什么叫同业竞争呢 就是如何应对同业竞争对手 下面给出一个基本结论 大家仔细读 什么结论呢 创造与保持产业竞争 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 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是关键文字 请大家帮我思考一下 它的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这样的 按照波特的研究 如果一个产业在国内市场 它所面对的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对手都很强大 听清楚 这是有力因素 因为在国内市场 面对的对手很强大 你能在国内市场把它干掉 那就说明 在和它竞争的过程当中 你的能力就会不断地提高 接下来呢 当你走向国际市场 竞争更激烈的时候 你才可能具备足够的竞争能力 去应对国际上更激烈竞争 竞争全球竞争优势 相反 如果在国内 你面对对手都很弱小 伸出一个指头就把它摁死了 你的能力能提高吗 你肯定是不能提高的 如果你能力没有提高 当你走向全球市场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些国际竞争 就到底能处理清楚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它的基本结论 国内竞争很激烈的时候 这是有力因素 这是钻石模型的结论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就是因为 按照我们一般的思维 如果一个市场竞争很激烈 我们通常认为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利的 因为竞争越激烈 令人越低 这是我们一般的结论 但是如果考试 要求你用钻石模型做分析 涉及同业竞争 材料告诉你说竞争很激烈的时候 你一定要答 这是有力因素 这就是钻石模型 跟其他理论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千万千万要把这点记清楚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是把钻石模型四个要素 它的基本内涵 就全部解释完毕了 请大家课下安排好时间 再去把它加强理解 加强回顾 理论内容讲解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钻石模型 还要做两个相关的提示 这个跟我们考试呢 是密集相关的 第一个提示 就是呢 我们有些简单题 它的出题思路 跟我们钻石模型 它的基本逻辑 看起来好像不太完全一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曾经有一道考题 这样来问 它的材料呢 给的背景是这样的 季省的葡萄酒 葡萄种植基地 葡萄酒生产企业 看清楚了啊 材料 是季省的相关产业 题目再来问 问什么呢 根据钻石模型 四要素 简要分析 既省葡萄酒产业 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邀请用钻石模型 做分析 那这道题出来之后呢 有的同学 就感到迷惑了 老师 你上课的时候 不是强调吗 钻石模型 是站在国家的层面 分析一个产业 是否具备尽力优势 跟这个国家的特征 有什么联系 是分析国家呀 那这道题分析的是 季省 是不是这道题出错了 没有错 只不过大家呢 可能没有做到活学活用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学习 钻石模型的时候 它的最初的出发点 确实是站在国家层面 比如说 现在呢 我分析中国的葡萄酒产业 看看中国的葡萄酒产业 走向全球市场的时候 它能不能具备 全球竞争优势 跟中国具备什么国家特征 它这个联系 这是钻石模型最初的出发点 但是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用这个理论 做分析的时候 可不可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把整个范围都缩小一下 怎么缩小呢 现在呢 我分析的对象是谁呢 不是中国的葡萄酒产业 而是继省的葡萄酒产业 这个继省者就是甘肃 然后呢 分析这个省的葡萄酒产业 在全国范围之内 是否具备竞争优势 我们不是分析中国在全球 把范围都缩小一下 一个省在全国范围之内 思路是否完全一样的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呢 要填出活学活用 这是第一个提示 然后第二提示是谁呢 记住钻石模型呢 也可以用于企业选择投资地点 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考试当中 出现的考试思路 但这个思路呢 也引起了很多同学感到迷惑 因为前面我们讲解钻石模型 它的据出刷点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产业 如果我走向全球市场 在分析我能够获得 全球这种优势的时候 钻石模型分析的是 我这个产业所在国家 我的本国 我的母国具备什么特征 能够帮助我支持我 获得全球精英优势 没错吧 但是记住 钻石模型 我们同样可以拿过来 干什么呢 用于企业分析投资地点 我举例子 比如说 现在呢 我们有个国内企业 服药和汽车玻璃 它要做国际化经营 现在呢 打算到美国去投资 这时候 它的分析数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选择在美国去投资 美国这个国家具备什么特征 能够帮助我 完成这个投资之后 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优势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同样可以用钻石模型 整个旅程框架 分析美国的国家特征 看看呢 它能不能帮助我 完成在当地投资之后 获得我的竞争优势 这个逻辑 同样是可以站的主角的 我们在这呢 就通过历年考试 把这两个衍生的地方 我们把思路稍微解释了一下 请大家呢 一定要把它理解到位 我们就把理论内容呢 就全部结束了 那结束之后 结合钻石模型呢 我们在这儿一起来看一道选择题 那钻石模型的主观题 我们会在以后的内容当中 和其他置点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做练习 这道选择题呢 是一个多选题 是一个典型的选择题考试套路 大家呢要读懂 他就来说 朱利公司是一家汽车玻璃生产企业 你在S国投资建立汽车玻璃生产基地 并对S国的相关环境进行了分析 朱利公司所做的下列分析中 符合钻石模型要素分析要求的 有哪些 那你看 重合这道题 按理材料表述来讲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提示 就是呢 这家公司打算到别的国家去投资 他可以借助钻石模型来分析一下 投资目的地国家 具备什么国家特征 能够帮助他通过这次投资 获得全球优势 这就对起来了吧 那从这道题来讲 他具体问什么呢 问下列四个选项当中 符合钻石模型分析要求的有哪些 其实呢 就是要先判断 四个选项当中 哪些属于钻石模型四要素 哪些不属于钻石模型四要素 这只是他问题的本质 这个大家就把题目就梳理清楚了 那接着再提示一下 当我们做这个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 把案例这家公司 他的业务背景要弄清楚 这类公司干什么呢 很清楚啊 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 他不生产汽车 他相当于是一个汽车生产企业的什么 上游供应商 这个道理数也清楚了吧 那下半我们就来分析看A选项 说S国的汽车玻璃业发展落后 仅有一家本国汽车玻璃生产企业 其他国家的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尚尚未进入 这个选项 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啊 汽车玻璃业 对不对 讲的是S国这个产业 它本身的表现 我们先不要管后边的具体文字 那按照钻石模型四要素 讲一个产业 它整体的表现情况 我们可以跟哪个要素建立点系 记住是同业竞争 同业竞争 但是呢 从这道题来讲 它并没有要求分析 这个是好还是坏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你只要记住 描述一个产业整体的表现情况 其实呢 就是讲它的竞争情况 而这个竞争情况 就是钻石模型四要素当中 第四个要素 所以这个A选项 符合钻石模型的分析思路 这是A选项 它跟B选项 S国政府呢 鼓励并支持 该国汽车玻璃业的发展 这个选项的观点在什么地方 很强出吧 政府鼓励 这是它的关键点 对吧 想一想 钻石模型 按照我们教材 现有内容的讲解 涉及政府政策 这个先回头吧 这个是不涉及的 如果套我们学后的理论 这个呢 更大概率应该联系的是 PEST模型 没错吧 所以这个B选项 不是我们的答案 它不是钻石模型主要的设计内容 再个C选项 S国的汽车制造业处于成长期 我觉得这个选项设计是最巧妙的 因为它绕弯了 越绕弯 说明它越费心思 告诉我 第一 它的对象是汽车制造业 跟这个桌立公司是什么关系 先告诉过大家了 桌立公司是汽车玻璃业的企业 它应该是汽车制造业的什么 上游供应商 换句话来讲 汽车制造业应该是桌立公司的什么 它的客户 没错吧 那接着分析 这个汽车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要是它的客户 代表是什么 代表对它的产品 汽车玻璃是有需求的 那这个需求 钻石模型设计吗 设计 设计是需求条件 没错吧 所以这个C选项呢 也涉及钻石模型 符合钻石模型分析要求 同样 大家呢 也没有必要去观察 或者注意后边线索 因为这道题呢 没有要求大家去分析 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对不对 但是在这呢 我们可以稍微引申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设计的很巧妙 它和什么结合起来了 和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了 强调处于成长期 那如果要求你根据线索告诉我 它是有利还是不利 你答案是什么 应该是有利的 为什么是有利呢 就是因为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 如果汽车制造业处于成长期 说明什么 说明汽车制造业 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它的销售会快速增加 那伴随着汽车制造业 本身的快速发展 是不是意味着 它对汽车玻璃的需求 也开始不断的增加 开始旺盛 那么对于着力 这家公司而言 按照做事模型 如果需求越来越高 规模越来越大 这有利还是不利 这肯定是有利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C选项 我稍微扩展了一下 这个大家呢 要知道 如果题目给出特别精妙的 案例材料设计的时候 你怎么把这思路的 把这处理清楚 那这看D选项 S国的土地租金和电力价格 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这个选项的关键词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 土地和电力 这个跟钻石模型有关系吗 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属于生产要素的范畴 没错吧 所以这个呢 属于正确答案 那同样 这道题呢 没有要求大家做进一步分析 是有利还是不利 我们在这儿 也可以在进一步隐身一下 如果按照它的表述 租金比较低 电力价格也比较低 这是有利还是不利 对于生产汽车玻璃 这种产业而言 这是有利的因素 因为可以帮助它 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注意清楚了吧 那这就是我们这道题 它的整个分析思路 以及呢 我们扩展的一些做题的思路 大家可以再稍微琢磨一下 那经过这样分析呢 这道题答案就出来了 应该是ACD 很清楚吧 大家课下呢 可以再把这个答案的解析 结合题目的思路呢 再把它回顾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到这儿 就把钻石模型全部结束